大家好,我是张静明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下 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围绕这个俄乌战争 中共国和这个西方的博弈现在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境地 形势如何 那么最近中共国国家统计局的 的数字出来了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中共国现在可谓是国际形势大好 但是国内形势大优 像中共国他对欧盟 对俄罗斯 对印度 对巴西 对中东 他的贸易额都大幅 狂张 脱了谁的福 脱了俄乌战争的 俄乌战争以及这个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反俄乌战争 反而优先之福 具体的说就是对俄的一轮又一轮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还有对乌克兰不断升级的援助 把这个俄罗斯 以及去许多别的国家 逼向中共国 逼得这些国家加大于中共国的经贸合作 扩大经贸往来 增加对中共国的依赖 你比如说 中俄的贸易额 比起 今年上半年 比起去年同期 大幅上涨了 47% 43% 那么 俄罗斯 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 也就是说 中共国对俄罗斯的出口 是大涨了67% 而且出口 的主要商品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以前 一直以来 对俄的出口 有些轻工业产品 什么服装呢 皮鞋呢 还有这些家电呢 现在变成了 这种 机械制造 卡车 挖掘机 机床 还有航天器械 以这些为主 当然这个隐藏在后面呢 双方都不会承认的 还有这个 武器 现在 甚至是带有 相当技术含量的武器 比如说无人机 那么现在是以这些为主了 因为这些东西 这种 重工机械设备 这个 这个 冶金 机械 带有相当技术含量的 冶金 机械 无人机 重工 重工业 机械 卡车 带有相当含量 技术的这些 这些商品 它变成了中国 对俄出口的主角 可以说这个俄罗斯现在 在制裁的逼迫下 在西方制裁的逼迫下 它在这一块的进口 已经完全转向了中共国 这意味着 是日本 韩国 还有西方在 俄罗斯的 这一块的市场 已经被中共国给取代了 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块市场的份额 这是多大的一块利益 这无意对中国非常有利 在这个 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阵营 对俄罗斯一轮又一轮的 权力制裁的推动下 很多国家 不管是欧盟 还是第三世界国家 它都在 这种压力的推动下 扩大于中共国的经贸往来 你比如说这个中东国家 你比如说这个印度和巴西 还有欧盟国家 欧盟国家因为 它在美国的逼迫下 不能 从俄罗斯 不能与俄罗斯做生意 进口俄罗斯的能源资源 那么它理所应当的 就把中共国当成一个替代品 所以无论是德国 舒尔茨 还是法国马克龙 还是 这些意大利啊 什么塞尔维亚 这个 匈牙利啊 这些国家 它都 转向中国 都大幅的扩大 与中国的 与中共国的合作 那么对中共国 当然是很有利 而且 因为这个俄罗斯 它的很多资源和能源 矿产品 甚至包括一些粮食 在世界上的地位 都是不可替代的 你都要从它那里进口 你要造成其他的替代国家 很不容易 还有一个 因为它是比较便宜的 而且 能源和资源又非常丰富 那么在美国的 禁令下 在美国的制裁禁令下 这么的国家 既然无法 直接从俄罗斯那里搞到 那么它当然就通过 曲线救国的方式 比如说通过 中共国 变相的搞到 变相的进口 它通过中共国 变相的进口 俄罗斯的 这些资源和能源和粮食 这么一来 对中共国 是不是非常有利 简直就是 简直就是大力特力 天赐良机 因此中共国 现在的国际形势 大优 尽管它国内形势 错了 尽管中共国的 国内形势 大优 它的国际形势 大好 它的国际形势 它的大好的国际形势 就抵消了 国内形势 大优 一定程度上 就抵消了 国内形势 大优 所以对我们这些 反对派来说 这是一个 很大的阴影 这是一个新的 很大的一个阴影 你想指望 这几年之内 中共垮台 就变得非常渺茫 为什么 因为 它国际形势 的大力 可以一定程度 弥补它国内形势 大优 使它的话 使它那个政权 能够延续一段时间 你想中共肃王 你要是 你要有它那个条件 国内国际形势的条件 都很有 你即使是 国内国际的条件 不能全有 你也需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它国际形势 的得力 不能够 弥补它国内形势的 大优 但是现在不可能 因此这个美国 它这个 反而优先 美国拜登上台以后 它颠覆了川普的 年额 至终 变川普的 联额 反中 反中共 为这个 反额优先 甚至想 甚至一度想 拉中反额 把中共 指出为竞争对手 而并不当做敌人 只把俄罗斯当做敌人 那么现在 它这个战略 给中共带来如此 有利的 这种国际环境 它是死要未及的 我个人判断的 拜登 他这个政府 他至少有两个 巨大的误判 一个是低估了 中共国的 仿制能力 那么中共国 它之所以 这次能够 利用这个 俄乌战争 以及整个西方 对俄罗斯的制裁 这个时机 它取代了 西方 在俄罗斯的 重工 技术市场 那么 它必须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它的 产品质量 它的技术 它要达标 它要过硬 那么 十多年来 随着十多年来 中共国 它对这个 日本 还有日韩西方的产品 它对日韩西方 制造业 这种 纺制 技术的剽窃 产品的纺制 它获得了 长足的进步 那么 中国它的这种 这方面的产品 它的 机械制造 有技术含量的 工业产品 它能够占据 俄罗斯的市场 一个是它的质量 它的产品的质量 还有技术 与这个日韩西方 非常接近 另外一个 结合它的价格优势 它价格比西方 日韩的产品便宜很多 那么俄罗斯 当然 转向这个 而且 还后悔自己 转向的太迟了 因为一直以来 西方 产品 它有个品牌 效应 中国产品 这点差 技术落后 但 现在一用 才知道 这个中共国 它通过 十多年来的缝制 它的技术 跟西方 已经非常接近了 而且价格便宜这么多 所以 它何乐不为 它还后悔自己 转向中国太迟了 现在俄罗斯 它的经济 在经过一年半的俄乌战争 还有西方的权力制裁的情况下 它不仅没有衰退 反而挤进了前十 它的经济已经 激深于前十名 反而是西方国家 特别是欧盟 还有日韩 经济衰退很明显 韩国已经跌到十三位 俄罗斯 几近了十位 为什么 就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 俄罗斯 它转向了中共国 它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成本 降了一大块 它现在能够以更便宜的 价格搞到 同样的 跟欧美日韩产品 很接近的产品 能够搞到 那个技术含量 跟欧美日韩西方 差不多的产品 那么它就意味着 它的 它当然意味着 它的经济发展成本 下降了一大块 这个就是它经济 不衰反而 进了一步的原因之一 那么美国它 美国拜登政府 是完全误判了 这个中共国 它的技术进展 第二拜登政府 它也误判了 这个俄罗斯宪政权 的稳定性 它本来 去年这个时候 更早一些的时候 大概是去年 三四月份的时候 拜登信誓旦旦的 宣布 美国发起的 整个西方阵营 对俄罗斯的制裁 将会使 卢布变成一堆废子 这也反映了 这个是 典型的反映了 它的误判 结果俄罗斯的经济 并不但没有跨 而且反而 获得了 始料未及的 这些西方的 这些经济学家 大部分都没有想到 没有料到的增长 他对俄罗斯宪政权的判断 完全错误 他认为 普京 会因为 在俄国战争中的 损失 很快维持不下去 俄罗斯会再次 发生 类似于 上个世纪初 俄越革命 那种大动荡 那么 接下来 解体俄罗斯 肢解俄罗斯 就会大够告成了 这完完全全 证明 是误判 那么俄罗斯的政权 现在仍然很稳定 普京并没有下台的威胁 并没有证据的动荡 反而因为 西方对乌克兰 一而再追加的支持 以及乌克兰 他对这个 俄罗斯 国内实施的 一而再的爱杀 他激发了这个 俄罗斯的这种民族主义 使得普京的支持率 并没有下滑 他的俄罗斯的宪政权 没有任何 要垮台的迹象 甚至连动乱的迹象都没有 那么他 美国拜登政府 这两点误判 就导致的 就导致的 在这一块方面 在这一块方面 这个西方阵营 处于衰落当中 他没有达到目标 另外一个方面 最大的一个后果 就是导致的 中共国 成了最大的得利者 现在全世界都有 求于他 因为对俄罗斯的 因为对俄罗斯的 制裁以及 与俄罗斯的对抗 美国发起了 反额优先 随着反额优先 持续发酵 全世界都有求于中共国 现在 中共在国际上是 八方得利 美国是日趋被动 虽然说起来很难听 很多 异议人士 反对派人士 没有异议 等于是自欺欺人 我也不靠这个赚钱 也不靠这个生成 我当然是实话实说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